同学们好 我们学习第十六章 租赁 学习指南 学习目标考情概况 教材变化 考点地图 每章都一样 那按照考试大纲 我们这一章应该掌握的内容 一呢 掌握租赁的定义和识别 第二 掌握承租人的会计处理 第三 掌握出租人的会计处理 第四是熟悉租赁的分拆和合并 那第五 熟悉特殊租赁业务的会计处理 那考经概况没有 因为这是属于新增的 所以教材变化是新增的 也没有什么考点 当然今年考试时肯定会设计考试的题目 新增章节一般比较重要 但这一章大家在学的过程中 可能会遇到一点难处 如果说对资金时间价值这一块理解的不是很好 那有关的一些计算处理的过程 可能就感觉困难一些 但如果资金时间价值这块很熟 也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障碍 这一章一共是有四节内容 第一节租赁概述 第二节承租人会计处理 第三节出租人会计处理 第四节特殊租赁业务的会计处理 那我们先看第一节租赁概述 这一节里面介绍这么几个问题 租赁的识别 租赁的分拆与合并 还有租赁期 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 租赁的识别 就是你首先得看 要不要执行租赁准则 它不是租赁 肯定不要去执行租赁准则 所以就有一个识别的问题 那首先是租赁的定义 说在合同开始日 企业应当评估合同 是否为租赁的合同 或者是包含租赁的合同 要进行识别 说什么是租赁 是指在一定期间内 那你租赁吗 都会有一定期间 比如说我们到一个大的城市打工 房子还没买 那你租房子 那有一定期间吗 这属于租赁呢 出租人将资产的使用权 这不是所有权 使用权 让与成租人以获取对价的合同 比如我们租房子 人家把房子的使用权让给我们 那我们要向人付租金 就是租赁 那还有说包含租赁 合同里面有租赁成分 还有非租赁成分 这叫包含租赁 那比如说 我们租的是一辆卡车 假如说租了三年 那这是属于租赁 但是也合同里说 卡车的一些维护 也要由出租方来承担 那你这个合同里面 维护这件事情 它肯定不是租赁 所以这合同里面 那是相当有提供服务的 有卡车的租赁 有提供服务的 那还有一些情况 说我们租卡车三年 结果司机也是那名出租方 派过来的 那你不能说把这个人 也按照租赁对待 那这个司机呢 它提供的是个服务 因此我们谈是租赁 还有包含租赁 合同里面呢 除租赁之外有别的 那就包含租赁 说到这个问题 那如果合同一方让渡了 在一定期间内 控制一项或多项 以识别资产使用的权利 以换取对价 那就是合同是租赁 或者包含租赁 刚刚也谈到 我们要谈包含租赁这个词 是合同里面一定有这个租赁成分 除租赁之外 还是有涉及到服务的 这叫包含租赁 没有租赁成分的那不行 不会执行这个租赁准则 那从这里大家看到 租赁呢会涉及一定期间 还涉及到控制 什么以识别资产 因此我们在谈 说一项合同 要被分了为租赁的话 必须要满足三要素 一是存在一定期间 那这个要有 没期间那不行 比如说我们的期间 是三年五年或者多少时间 二是存在 以识别资产 没有以识别资产不行 说三是资产供应方向 客户转移以识别资产使用权的控制 那我们后面谈 说租赁这件事情 一个一个来说呗 因为这三个必须都满足 如果没有满足 那不是租赁 那就应该是属于 资产供应方 给我们提供服务 我们支付服务费 按这个来进行处理了 那租赁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说好像付点服务费 往哪一计就完了 那处理的时候 后面会看到 说按照融资租赁方式处理 还算是比较复杂 那先说三要素第一个 这最简单理解的事情 一定期间 那一定期间 一般的合同里面 往往是说 多长多长时间 多少年 但也可能 不是以年的形式来反映 也可以表述为 已识别资产的使用量 比如说某项设备的产出量 或者说呢 可能租入的一些卡车 让租入到底行驶多少公里 到那公里就回来了 不租了 那这也都算一定期间的事情 那下面就是 存在已识别资产 已识别资产定完之后再说 资产供应方向客户 转移识别资产使用权的控制 再谈控制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问题 已识别资产 已识别资产呢 必须是指定 没有指定的不行 没指定的怎么识别 然后物理上可区分 如果已识别资产 物理上不能区分也不行 那比如说 我们租入办公大楼 这物理上真能区分 那办公大楼在那放呢 或者这个办公大楼的前六层 这都能区分 那是说 如果输入某一根光纤使用量 一根光纤使用量 百分之五十 你怎么区分 那里面光纤哪个百分之五十 就区分不了 但你说我要租入的光纤 就是一根光纤 都是我的 这个能区分 这是说已识别资产 然后还有一点 说指定了 物理上能分 还得要求资产供应方 无实质性替换权 如果这项资产 资产供应方 有实质性替换权 想换就换 还不行 不能换 这后面也会谈 说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下 算有实质性替换权 什么样的情况下 那不算实质性替换权 所以首先你得看看 有没有这已识别资产 好 看第一个 对资产的指定 首先你指定 按照租赁准则规定 以识别资产 通常有合同明确指定 合同里就说了 就租的是这辆卡车 我租五年 明确说了 也可以在资产可供 客户使用时隐性指定 这个说的 没明说 但实际上 就那么一个东西 不说也等于说了 叫隐性的 没有别的可以替代的 那就属于隐性呗 我们看一下教材上的利益 这个说的就是一个隐性的事情 假公司客户 与乙公司是供应方 就一节火车车厢的使用 签订五年级合同 使用的车厢签订五年级合同 火车车厢 那这个肯定是能够进行识别的 那物理上能够进行区分 说该车厢 是为专门运输 假公司生产过程中使用的 特殊材料设计 未经重大改造 不适合其他客户使用 你没有经过改造 别的客户用不了 说合同中 没有通过序列号等 明确指定是哪一件车厢 哪个车厢 说但是 以公司提拥有一节 适合假公司使用的火车车厢 别的没有 别的都不能用 那如果说这个车厢 不能正常工作 合同要求以公司修理 或更换车厢 就这么一个可供用 没说序列号到底是哪一个 就这么一个东西 那不还是指定它吗 所以这叫隐性指定 知道一下这个事情 那第二个就说 物理上可区分 物理上能区分的才行 物理上不能区分的 那不能属于 已识别资产 物理上区分 前面谈到了建筑物的一层 能区分 如果资产的某部分产能 与其他部分在物理上 不可区分 那就不属于识别资产了 说光纤的部分容量 但如果说光纤 你要明确了 到底是某一根 或者某几根定了 这就是没问题了 那就代表全部产能都可以 认为是能够进行区分 所以我们看一下图 说资产的组成部分 物理上可明确区分的部分 这没问题了 建筑的某个楼层 容量 那实质上是不是全部容量 那如果说物理上 可能区分的某一楼层 没问题 那就要说以识别资产 就在物理上可区分 那现在一根光纤 电缆的全部容量 那没问题 全都用了 也能区分 但是说一根光纤 电缆容量的30% 这不是全部不行 它不算 那这是要明确的问题 所以咱们谈到 以识别资产指定 或隐性指定 物理上可区分 要是容量这东西 必须全部 否则不行 那下面我们看第三个 叫实质性替换权 说当资产供应方 要是对这项资产 有实质性替换权 那就不属于识别资产 不属于识别资产 就不要谈租赁了 以识别资产都没有 就不是租赁 那就是说 那边提供服务 我们富人使用费 我们看什么叫 实质性替换权 我这里讲 即使合同 已对资产进行指定 如果资产供应方 在整个使用期间 拥有对该资产的 实质性替换权 那该资产不属于 识别资产 这是明确的一个问题 是整个使用期间 拥有实质性替换权 如果不是整个使用期间的替换 那没关系 没事 它就不叫做实质性替换权 要求是整个期间 都有这种替换权利的 才是实质性替换权 为什么对于资产供应方来说 它会替换 肯定它对它有利 它受益 它在进行替换 如果它不受益 这期间替换权 它干什么 我们往下看 说同时符合下列条件时 表明资产供应方 拥有资产的实质性替换权 这两个都要满足 这叫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个资产供应方拥有 在整个使用期间替换资产的实际能力 那它有这东西替换 如果没有这东西替换 那你就不能说实质性替换权 说资产供应方 把这个歼20飞机租出去了 就这么一架 在这个这一边 别的还没有 别的替换不了它 那你就没有替换的能实际能力 但是我们一般的歼20不能随意租到 那第二个 资产供应方通过行驶替换资产的权利 将获得经济利益 所以它有实时替换的能力 替换对它有利 比如说我把卡车租出去了 这个卡车呢 我可能随时替换 对于供应方来讲 这个距离对我合适 我就用这个 把原来给换了 原来换成我用 另外它到那边 我拿这个去给它 因为我这可能卡车 遍及很多地方 它这样替换对它有利 它确实也有 这样的卡车很多 有实际替换的能力 这种情形 所以我们看接下来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合同仅赋予资产供应方 在特定日期或者特定事件发生日 或之后拥有替换资产的权利或移务 那就不是整个合同期间了 那说考虑到资产供应方 没有在整个使用期间替换资产实际能力 只要不是整个使用期间替换 不具有实质替换权 所以实质替换权要求整个期间 那再有 企业难以确定资产供应方 是否拥有实质性替换权的 你没有办法的 说确定 那就视为资产供应方 没有对该资产的实质性替换权 你都确定不了 它肯定 没有实质性替换 一旦有实质性替换权的 它都不属于识别资产了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个问题 客户是否控制 以识别资产使用权的判断 刚才怎么谈的 谈租资产 同时满足丧要素 一定期间说过了 以识别资产谈过了 那下面就是看控制呗 说客户是否控制 以识别资产使用权的判断 如果说资产供应方 把资产使用权转给客户 客户能控制 那就是租赁或者包含租赁吗 所以咱们看 租赁准则规定 为确定合同是否让渡了 在一定期间内控制 以识别资产使用的权利 我们要进行评估 合同中的客户是否 说有权获得在使用期间 因使用以识别资产 所产生的几乎全部经济力 你必须是全部经济力才行 并且 有权在该使用期间 主导以识别资产的使用 因此我们谈这种控制的话 要求啊 是使用这项资产的期间 产生全部利益都是我们的 并且这个利益 得到的是我们主导 不是别人主导 是通过客户主导资产使用 给客户带来全部利益 表明客户控制了以识别资产 是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谈到控制吗 控制向收入里面也会说 几乎得到全部的利益 那控制的是自己主导 给他带来利益 都是一样的 那下面我们看第一个问题 客户是否有权获得因使用资产 所产生的几乎全部经济利益 必须是全部的 不是全部不行 说在评估客户是否有权 获得因使用已识别资产 所产生的几乎全部经济利益 那企业应当在约定的客户权利范围内 考虑其所产生的经济利益 就是你在这个客户权利范围之内考虑其 说例如如果合同规定汽车 在使用期间仅限在某一特定区域使用 则企业应当仅考虑在该区域内 使用汽车所产生的经济利益 你限定一个区域了 比如说就限定在北京这个区域 那你别的地方就不行 你只考虑这一部分 而不包括在该区域外 使用汽车所产生的经济利益 你外边到河北到天津 那就不行了不算数 所以限定这个区域 说第二 如果合同规定客户在使用期间 仅能在特定里程范围内驾驶汽车 则企业应当仅考虑 在允许的里程范围内 使用汽车所产生经济利益 而不包括超除该里程范围 使用汽车所产生经济利益 有时候可能租赁里面就说了 你这个租赁就限定五万公里之内 那你这个五万公里之内的利益 属于客户的超过部分不算 这就是在评估的时候 所产生全部经济利益 要看是不是说有这种里程的限制 那是不是有区域的限制 如果你只是在这个区域的 那区域的全部的也没问题 说这个里程里程范围之内的也没有问题 那下面第二 客户是否有权主导资产的使用 就是说能够给客户产生几乎全部的利益 并且呢一定是客户主导形成的猜算数 那这样的话才算做控制 那是这样的 你不是主导的也不行 那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视为客户有权主导 以识别资产在整个使用期间的使用 那这个就表示没问题了 它主导 一个客户有权 在整个使用期间 主导以识别资产的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 那你完全整个使用期间自己做 比如说我们现在租建了集装箱 我们对这个集装箱 使用目的 比如说我进行什么运输 我的目的还有一些涉及到储存 那你决定他的目的方式 自己主导的 然后第二 以识别资产的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 在使用期间 以预先确定 说你后面的必须按预先确定的去执行 那当然这个预先确定的怎么做 是客户说了算 客户决定 也行 那前面第一说的是 整个这个期间 先说带来几乎全部利益了 整个这个期间 完全是客户自己去主导 像刚才说租的集装箱 我可能是用于挂在火车上运货物 我不用的时候呢 我可能去储存我自己的什么货物 这是他的使用目的使用方式 完全自己在主导 那另外一种方式就说 事先定好 是客户自己定的 以后就按照这个来运行 也行 所以就事先确定 并且呢 客户有权在整个使用期间 自行或主导他人 按其确定的方式运营该资产 事先定的方式 我自己去按照这个座去 或者说我告诉别人 你必须得按照这个座 你不能自己改变 这不就相当于也是在主导吗 这是一个 说或者客户设计了以识别资产 是客户设计的 或资产的某个特定方面 并且设计时已预先确定了 该资产在整个使用期间的 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 比如说租的电站 那出租方 供电这一方 要我们用他的电 租他的电 但这个电厂 比如说某一部分 完全是客户自己设计的 那以后的供电 必须按照这个来 按照这种方式供电 这也算客户在主导 因此就是说 事先预定 确定的东西 以后按这个执行 也算在主导资产使用 有这么两个问题 自己去主导 说自己呢 没有是使用过程中主导 先定 以后我自己按照这个速 或者我 主导他人 也得按照这个速 那再有一个 事先设计 以后按照这个设计 去运行 都算 有权主导资产的使用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看一下 这个评估流程 你要进行评估啊 到底属不属于租赁 或者是不是包含租赁 我们看一下合同开始 企业评估合同 是否为租赁 或者是包含租赁 看下这图 是否存在一项 以识别资产 先看这东西 有没有以识别资产 连以识别资产都没有 该合同 未包含租赁 没有租赁的事 那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们就是支付服务费 比如光纤 我们租资产供应方 给我们提供30%的容量 不是属于识别资产 那你付多少钱 按照他提供的服务 这方面付费 就不会说我们后面行程 还确认租赁负债 使用权资产这个事情 没有 以识别资产都没有 那以识别资产 那前面也谈到了 如果说物理上可区分 但是资产供应方 有时日性替换权的 还不行 那也不叫以识别资产 那接下来我们看说 是 属于以识别资产 当然这个一定期间 肯定是有的了 我们下面要做什么 判断 就是 是不是能够给客户带来 几乎全部利益 也就是客户 是否有权获得 在使用期间 因使用以识别资产 所产生的几乎全部的经济利益 你要不是全部经济利益的 这个合同肯定没有包含足利 那必须是全部的 比如说资产供应方给我们提供的 卡车运送货物 结果这卡车装货物 除给我们运输 别人的货物也装上运输 顺便也装 那你这个 它就不是全部利益 那这种情况 你只能说 给我们运输货物 按照什么样防止付费 支付这种费用就完 就结束了 但是你说你把货物 按照规定 可能寄入 我们取得货物的成本中 那有的可能把它寄当机损一样 那是这样的一个处理的方式 所以要求 如果是租赁 或者包含足利 一定是要得到 几乎全部的经济利益 那下面的问题 说是全部经济利益了 就一定是租赁 或包含租赁吗 还不行 我们要求全部利益 怎么得到的 必须是客户 自己主导形成的 所以下面说 说是的话 接下来再去判断 而有权在整个使用期间 主导以识别资产的使用目的 和使用方式的 是客户 是供应方 还是双方都不是 那使用目的使用方式 那如果说是客户 那这个好办 你看又有以识别资产 又能够给客户带来几乎全部的利益 并且完全是客户主导使用目的使用方式 那就是租赁了 或者是包含租赁 刚刚也谈到了 那也就是合同里面 肯定有租赁成分的 包含租赁不说吗 是租赁还有加上服务 那接下来说 如果是供应方主导的 说虽然 能够给我们带来几乎全部的利益 供应方再主导也不行 这个合同里面 为包含租赁 你说全部的经济利益 那你供应方主导时 供应方可能还考虑 他的一些利益的问题 虽然说 看在这段时间 你获得了几乎全部的利益 但是人家关注的可能不是这段期间 在过一段期间 那利益可能是他产生的动作 所以这也不行 我们一定要求 必须是客户自己来主导的才行 那供应方那现在不行了 一旦要供应方 主导的情况下 虽然客户得到全部利益 也不能认为包含租赁 所以该合同没有包含租赁 那下面说 如果双方都不是 不是客户去主导 也不是供应方 都不是的话 那以识别资产的使用目的 和使用方式 在使用期间前 你预先确定 是不是这样 那是不是说 你先确定 你要事先确定这种情况 我们再往下判断 如果事先定这事情 完全是由于客户 说了算的 他定的 以后按照这个运行 没问题 他说客户 是否有权 在整个使用期间 自行或主导他人 按照其确定的方式 运营该资产 是不是这个 如果是 合同 包含租赁 就有租赁 确实有租赁 你按照这个来进行运营 那是租赁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 如果不是的话 接下来看设计 说以识别资产 是否由客户设计 且设计时 已预先确定了资产 在整个使用期间的 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 是不是这样 那如果不是 那不行 没有包含租赁 你设计的时候 预先确定了使用期间 使用目的使用方式 那不是由这个客户设计的 或者说 客户设计时 也没有预先指定 那不行 你没有预先指定 那没有 并不能代表客户主导 说是 确实由 客户设计的 设计是预先确定了 以后按照这种方式 去进行使用 那没问题 就是包含了租赁 所以这个图呢 说的就是 是不是租赁 有一定期间 有以识别资产 然后呢 再有一定是说 客户 控制这项 以识别资产 那标志就是 这项资产 在整个使用期间 为它带来 几乎全部的利益 并且完全是由客户主导的 一种情况 自身在整个使用期间内主导 怎么去做 另外呢 就说 事先定 以后按事先的去运行 比如说主导他人运行 或者自己运作 再有说事先设计 设计是客户设计的 按照这种设计的方式使用 这都算 客户在主导 那形成的属于包含租赁 接下来我们看一个例题 说甲公司是客户 云乙公司是货运商 签订了一份使用十个 指定型号集装箱的 五年期合同 那这里面 我们看十个指定集装箱 五年期合同 那这肯定是与物理上可区分的 那集装箱物理上能够区分 合同指定了具体的集装箱 集装箱归乙公司所有 乙公司是货运商 那甲公司这边是客户 甲公司有权决定 何时何地 使用这些集装箱 以及用其运输什么货物 运作运输什么货物 在什么地方 那就是使用目的 使用方式 甲这边有权来决定 不用的时候 集装箱存放在甲公司处 就是在客户这边 甲公司可将集装箱 用于其他目的 如用于存储 说你除运输之外 我还可以呢 在这边不用的时候 用于存储 以这样的方式来使用它 但合同明确规定 甲公司不能运输 特定类型的货物 无爆炸物 那这个并不影响 我们租赁的判断 那也就是说 有的租赁的一些标的物 它在合同里面 要有一些限定 比如说 租的轮船货船 说告诉你这个货船啊 不能去到什么地方运输 说海盗老出没的海域 你不要去 那你就不能上那去 并不影响 现在这个租赁这件事情 比如这里面说 特定爆炸物 你不能进行运输 并不影响对象租赁 那正常这没问题 不影响我们租赁的判断 若某个集装箱 需要保养或维修 以公司应以同类型的集装箱替换 那你需要保养回修要替换吗 那这种情况下呢 并不是说 哎呀实质性替换权 实质性替换权说的是 资产供应方 在整个使用期间 有替换资产的权利 并且它替换是对它有利的 能够带来利益的 这叫实质性替换 现在出现了需要保养维修 以公司让它进行替换 那以公司要进行替换 不是说给以公司带来什么什么利益的事情 所以就不要说 哎呀替换了 是不是实质性替换权 这个不是 说除非假公司违约 以公司在这个合同期间内 不得收回集装箱 所以集装箱 这个五年期里面 完全是客户在使用 所以使用的话 我们就会判断了 有一定的期限 这里面 有这种 以识别资产 说你看 指定的集装箱 合同里明确指定 能够进行识别 资产供应方 没有涉及到说 有实行替换的权利 说想换就换 那我们再往下看 说除集装箱外 合同还约定以公司 应按照假公司的要求 提供运输集装箱的卡车和司机 卡车呢 存放在乙公司处 没在假这边 只是说 要求啊 要提供 合同里面要求乙公司提供 乙公司 向司机发出指示 详细说明 假公司的货物运输要求 假的货物怎么运输 乙公司可使用任何一卡车 满足假公司的需求 就是卡车呢 这里面你看就不一样了 任何一个卡车满足假公司需求 卡车既可以用于运输假公司的货物 也可以运输其他客户的货物 既 如果其他客户要求运输货物的目的地 与假公司要求的目的地距离 不远且时间接近 乙公司可以用同一卡车 运送假公司使用的集装箱 及其他客户的货物 那这里面我们就看一个问题 你说这个卡车 是属于租赁吗 如果是租赁 一定期间 这个好像也有期间 是属于已识别资产吗 那已识别资产 我们要求的呀 有指定 说好卡车指定 物理上可区分了 能区分了 还有个什么问题呀 就说 资产供应方 对这项资产 你不能有实质性替款权 如果有实质性替款权 它不属于已识别资产 你看这就变了 那这个已经有实质性替款权了 说货就换 所以它根本就不属于识别资产 再者你看到后面 这卡车也不是给客户带来几乎全部利益 因为我们租赁里面谈到 有已识别资产 后面还有一条 客户控制已识别资产 那标志一定是给它带来全部利益 并且是客户主导 后面你看到也没有带来全部利益 人家还给别人运输 那你不是代表全部的 何况我们的卡车 也不是说由客户在指定它怎么用 是完全的是由供应方 在进行运作的 那我们再说那司机 要求提供的司机 这个是已识别资产 那人呢不是资产 所以都是相当于提供的服务 也就是卡车和司机 那应该是属于提供服务 根本就不是租赁 这要明确的问题 所以下面我们看一下 说是分析 那本例中呢 合同明确指定了十个集装箱 那这个十个集装箱啊 我们前面也看到了 没说供应方有实质性替换权 它属于已识别资产 这没问题 因为物理上可区分呢 合同又指定了 但是这个卡车呢 不属于已识别资产 那司机当然要说的话也不能是啊 司机也是相当于提供服务 然后的原因 我们再看一看 假公司有权获得五年内 使用期使用 五年使用期啊 使用集装箱 所产生几乎全部利益 你想它集装箱 我运输时够带来利益 不用的时候呢 装货物 也是能够我们带来利益的呀 它拥有这些集装箱的独家使用权 所以几乎给它带来全部的利益 然后合同中 关于集装箱可运输货物的限制 没有说富裕一公司 主导集装箱使用目的 使用方式的权利 完全是 供应方这边 在进行主导 假来主导 使用目的使用方式 那又给它带来几乎全部的利益 所以这个没问题 这就是说假 它呢有权主导集装箱使用 给它带来几乎全部的利益 所以我们看到呢 这个合同 包含集装箱的租赁 那卡车这一块 它不是一项租赁 是一项服务 但是我们合同里面 确实有租赁成分 因此叫包含租赁 这节课给大家介绍的是 关于租赁的概念 就说租赁啊 是在一定期间内 出租人把资产的使用权账 与资产供应方 那你对于租赁来讲 一定是出租人 把资产的使用权账 与成都人 以获取租金 收取租金这样一个对价的权利 那是租赁 那我们在判断租赁的时候 一定要明确 要满足三个要素 然后才是租赁 或者包含租赁 有一定期间 期间可以是使用量的方式来表示 然后要求 有已识别资产 已识别资产的合同中明确指定 或者已经指定 那物理上可区分 另外一个资产供应方 没有实质性替换权 那有实质性替换权也不行 那这个叫已识别资产 然后另外还强调就是客户控制 这是必须的 控制就是说 这项资产在整个期间 要给客户带来几乎全部利益 并且完全是由客户主导形成的 主导形成是说 使用期间内自己去进行主导形成 或者说事先给他预定的 以后按照预定的方式去执行 比如说以后自己执行 或者主导他人去执行 另外一个 就是预先定的是设计上方面 是客户设计师已经指定 以后的必须按照这个来进行使用 那也算作控制 那这些要清楚 好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